今天啊在野餐啊 或是在跟朋友分享食物的時候 你就可以這樣子直接給他們 那你也可以這樣子探品 那其實大家也會更好的拿去 那我們也可以這樣子收起來 去使用我們的蓋子 然後去把它蓋起來 它其實有很多小配件啊 像是隔板之類的 那大家就可以看到 我這個隔板就可以直接的 使用在我的這這盒裡面 就可以把你不同種類的食物 這樣子稍微的分開 今天的最後呢 有大家期待的抽獎時間 所以請大家一定要看到最後 並且要開啟CC字幕哦 這這開箱我們今天來介紹的是 折折盒2 折折盒呢 其實它之前在我們折折這邊 已經有集職過一次了 那一次呢 它只有一種尺寸 這一次折折盒2 它不只新增的尺寸 然後它也有很多新的配件 像是隔板啊 以及等一下我們會介紹的一些體代 那我們都會慢慢的跟大家一一介紹 折折盒 大家知道為什麼它叫折折盒嗎 就是因為它可以像這樣子 很輕鬆的 從原本攤平的狀態 蛤 折好了 也太快了吧 這個家庭主婦肯定最愛 因為我們平常呢 可能在收納的時候 它就可以這樣子攤平的時候收納 然後但是如果我們可能 媽媽要準備什麼便當啊什麼的 他就可以 哦 早上那邊很辛苦 還沒煮飯 然後馬上就折好一個便當盒 然後就可以去裝零食啊 午餐啊 然後給小朋友帶著去上課 它的這個材質呢 其實是含有銀離子的 所以平常就可以 具有一些抗菌的功能 然後它在攤平的時候呢 也很好的清洗 這一次的折折盒2呢 因為它多了很多的隔板啊 然後以及一些小工具 所以說我們現在就可以來實測看看 那它到底可以裝什麼東西 以及它可以怎麼樣應用 好 那現在我們就來實測裝一些小餅乾 來試試看 然後先把這個變成一個盒子的形狀 其實它的容量還蠻大的 那我這樣一包呢 基本上它都可以 哇 甚至裝不滿耶 其實它我這樣子一整包裝進去 它還有空間就是大概還有一半左右 所以你還可以再加隔板 然後去裝其他的零食都沒問題 然後我們剛剛呢 就是有講到說它可以去攤平嘛 所以說可能今天啊 在野餐啊 或是在跟朋友分享食物的時候 你就可以這樣子直接給他們 那你也可以這樣子攤平 那其實大家也會更好的拿去 那如果大家吃不完啊 需要收納 想要放冰箱儲存的話 那我們也可以這樣子收起來 就是用我們的蓋子拿去把它蓋起來 然後就可以整個放到冰箱去冷藏 所以說你如果有其他的一些就是零食啊 或是蛋糕啊 鹹酥雞都可以用一樣的方式來收納 然後它還蠻特別的是 它的這個蓋子它是透明的 所以你有可能五六個這樣子的折折盒放在冰箱裡面 你都還是可以透過這個蓋子去看到 不同的折折盒裡面它放的是什麼樣的食物 那我們剛剛有講到就是它其實有很多小配件啊 像是隔板之類的 那大家就可以看到我這個隔板 就可以直接的使用在我的遮遮盒裡面 然後呢你就可以把你不同種類的食物這樣子 稍微的分開 那你就不會可能想要拿這個餅乾啊 結果拿到一顆杏仁這樣子 所以其實還蠻方便的 那它這個隔板呢其實還蠻老的 你看 其實它都不會掉耶 所以說它其實可以很確實的做到 就是你所有的食物都是分隔的非常的清楚 然後除此之外呢 我們還有比較大的版本 那它比較大的版本呢就可以放進完整的一個便當 這是我們剛剛去外面買的那種健康餐盒 然後基本上所有的飯啊菜啊肉啊 然後都可以放在裡面 那如果你想要去做一些基本的分隔的話 也可以用我們剛剛看到的那個隔板 你想要把菜跟肉稍微分開 因為可能菜會稍微比較濕一點 不想要就是它混在一起 那你就可以用我們剛剛看到的隔板 去把它做一個分隔 那它這個材質呢 你可以看到雖然它很軟 但是它有一定的就是塑形的效果 它這個材質也是可以放進吸管機洗 然後也可以微波都完全沒有問題 它的那個表層呢 還有添加了銀離子 那其實這些金屬離子呢 只要再添加在一些食品的器具上面 它都可以做到一個防止細菌去增長的一個效果 那我們就直接帶著這個便當去微波看看 好現在是微波完的狀態 熱騰騰的 大家其實可能會想到說 其實有時候我可能帶健康便當 或者是其實我是帶沙拉之類的產品 那它可能就會比較沒有味道 所以我們可能會另外準備一些千島醬啊 或者是一些和風醬 那它其實折折合二 這一次它有出這種小的醬料盒 然後呢我們就來倒給大家看 哇這好胖喔 它看起來很好吃 它有這個小的就是醬料盒的透明蓋 那就可以把它密封裝起來 好那它只要這樣蓋起來之後呢 基本上也不會灑出來 因為我們醬料最擔心的就是 它可能灑在我們便當袋啊什麼的 那在折折合它其實它這個密封的效果 其實做的蠻好的 所以其實它都不會這樣子滴滴答答滴出來 那如果你這個便當呢 其實是要帶出去當作午餐啊 那其實你就可以用我們剛剛提到的這個透明的蓋子 然後去把它蓋起來 團隊這一次出的配件呢 還有包含這個咻咻袋 那這個咻咻袋呢 它是什麼呢 就是一個 讓你可以非常的快速 把你的便當裝起來的袋子 它這樣子咻 然後它就可以直接這樣帶著走 是不是挺方便的 還有我們這個醬料 差點忘記了 那現在的袋好 然後它其實這個可以去把它收縮的很緊 這樣 還蠻可愛的 蠻和風的 有一種呢 要去澆油的感覺 那在顏色的部分呢 除了我們剛剛有介紹到的黃色跟綠色以外 它也有蠻多其他的顏色可以去選擇的 然後它每一個尺寸呢 都有分中型跟大型的 所以說可以讓你因應在各種不同的情境下 那現在集資期間呢 只要到咻咻的集資官網輸入Unbox40 也就是UNBOX40 就可以再折40塊 那今天到節目的最後呢 我們也要去抽出一位的幸運觀眾 去獲得我們這個中型的咻咻盒 那我們的抽獎辦法呢 第一個就是要訂閱我們的 咻咻開箱這個頻道 按讚並且開啟小鈴鐺 在我們的下方留言 hashtag咻咻開箱 以及你想要使用這個咻咻盒 來裝什麼樣的東西呢 那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